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如让我来为叶小姐服务吧 叶小姐是本店顶级VIP 怎么可以让新人来招待 不用了 有她就可以了 这个员工是刚来的 我担心她服务不到位 我都说不用了 叶小姐 你看这套如何 这不是比我表妹傅心如 放弃至爱的丽达小姐吗 要命 居然是傅心如的表姐 发什么呆啊 把衣服拿过来 叶小姐 你看这件怎么样 你挑的是什么狗屁啊 这么俗气的红色 能配得上叶小姐吗 你妹的 叶小姐 不如让我再替你选两件吧 不用了 我看这件就不错 顶头上司 居然是傅心如的表姐 你认为你要玩弄我到什么时候啊 就这套了 结账 你不再看看 我说 结账 谢谢叶小姐 这可是我能生的第一单呢 别得意得太早啊 死丫头 扫街 你让我们穿羽龙服去扫街 大姐 现在外面三十八度啊 总部安排的反计促销宣传 你们有意见吗 据我所知 畅毒 我卖过肌肤装的 对啊 所以不在店里卖 是在商场外面卖 我感觉 这样宣传不合理 不合理 这还是你家的商场吗 你以为你还是 历史集团的大小姐吗 赶紧给我去 要不然你和婉婉 都给我滚蛋 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说话 不要 婉婉是有负担 我不能连累她 我们去 蓝颖 你给我等着 总有一天 我要打你十个耳光 杨妹和弃泽民本身两情相遇 多怪立浅落着狐狸精插足 隐生生分开了他们 立浅落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这只是一个开始 那个死女人 却必是想谋杀我 浅落 你行不行啊 没事 现在可不是我想干不干的 这俩人有病吧 这么热的天 穿羽绒服 不是人家有病 没看到再发传单吗 肯定是老板有病 姑娘 你买衣服的吗 对啊 我们畅毒 明天做特卖 卖 畅毒 我家姑娘买一管 老贵了 阿姨 你看 我身上这件羽绒服 原价六千九百九十九 现在两折 只要一千四百 去划算哪 一千四百 就可以把这女人 带回家吗 心如 我让她去外面扫街 是吗 穿着羽绒服在路边吃灰尘 你那边去闻多少 不高 三十八度而已 干得漂亮 我过两天回地城 你先替我好好招呼招呼她 放心吧 如果她坚持不下去 她那个穷鬼朋友 也别想干 弱死了 哟 回来的真是时候 居然正好是犯你 等等 看你把羽绒服穿成什么了 跟发臭的咸菜似的 谁还要啊 把这件衣服拿去结账 按原价付款 蓝预 你别太过分了 厉简陆 你敢顶撞你的上司 上班时间请叫我蓝经理 不结账 你和玉丸丸都滚蛋 买就买 不就是一件羽绒服吗 这是她给我的卡 散了 等以后有钱了 再加倍还给她好了 哼 这是黑卡 给我结账 这是 黑卡 你哪里来的这张卡 就是你以前的历价 也没资格拿到 蓝经理 赶紧结账吧 哼 该不会是被哪个男人 包养了吧 哼 算是我被包养好了 有种 你也去啊 免得你老公不顾你 你寂寞孤单冷的 去找野男人玩 李贤渡 你胡说什么呢 有胆子和男人开房 就得有被人瞧见的准备 她怎么知道的 李贤罗玉玩玩 你们去仓库把羽绒服全部开放挂出来 想了解更多关于本书的内容 可搜索畅读书城 收听本节目的有声小说 漫画及文字小说的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等你来 请多多支持我们哟 畅读书城 这里有你的故事 请多多支持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